《浩月当空》第190章 那是守护的力量 就在龙当当和龙空空探讨着自身这股奇异力量的时候 突然间 一个柔和的声音同时在他们心中响起 你们现在不需要考虑的太多 但当当说的对 你们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轻易将它激发出来 以免不可控 听到这个声音 龙当当和龙空空都是一愣 浩月当空 龙空空思聊龙当当 咱俩通过临近在线的交流 他能听到 浩月当空 龙当当思聊龙空空 好像是的 宇童前辈 您是能听到我们现在的交流吗 宇童 你们的子灵精不过是灵魔级而已 有什么听不见的 何况从某种意义来说我 本来就是空空的一部分 浩月当空龙当当思聊龙空空 宇童前辈 那您知道 我们身上这份力量的来源吗 宇童 知道一些 正是因为有这种力量的存在 我才会选择空空的 沧海 我怎么不知道 按说我比你存在的时期更加久远许多 但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力量 你是怎么知道的 龙当当和龙空空对视一眼 好吗 原来这二位一直都在听窗根的吗 哪怕以龙当当的沉稳 脸上都不禁有些尴尬 毫无疑问 他那龙家大少到武少的聊天 沧海肯定也是看到过的了 宇童 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知道的 这并不是圣魔大陆上本身所存在的 而是外来的一股力量 我也只是知道一部分 那股外来的力量降临圣魔大陆 他的前任获得者曾经探究过其来历 将其命名为守护 沧海惊讶地道 守护 那分明是充满了毁灭味道的气息啊 宇童 毁灭一切邪恶 不就是守护吗 沧海道 看来 我之前是沉睡得太久了 竟是一点都不知道 还有这种力量的存在 我只能感觉到 这股力量十分高端 你们掌控它 确实是要小心一些 千万不要被其影响的情绪 不过宇童说的应该是对的 刚刚我明明感受到 空空有些要失控 但好像 你们兄弟俩的血脉气息交融时 负面情绪就被化解了 这应该是这份力量的奇特所在 浩月当空 龙空空思聊龙当当 那这究竟算是什么力量 沧海道 哪怕是外来的力量 也是自然的力量 你们就当自己天生 就拥有一种附加在自己身上的灵卢就是了 只不过这种灵卢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蕴阳 等你们实力足够了 才能用它 浩月当空 龙当当思聊龙空空 两位前辈 那我们的修为要达到什么程度 才能掌控这种力量呢 语童道 这个就不清楚了 但你们的身体承受力 意志力 精神力 灵力 要整体提升 才有可能承载这份力量 你不是感觉到了吗 伴随着外灵力的提升 你们的承受能力 已经大大的增强了 浩月当空 龙空空私聊龙当当 只要不是坏事就行了 原来老妈 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她也不告诉我们 对自己儿子还隐藏 与同 不见得是你们的母亲 向你们隐瞒了这件事 很可能是她自己也没有这种力量 这种奇特的力量 说不定在大多数时候 都是隐藏的 直到你们诞生的时候 才在你们体内激活 毕竟 大自然的力量千奇百怪 这一点 你们从已知的灵卢 就能感受得到 但实际上 现在你们人类所知道的灵卢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很多灵卢都还没有被发现 他们或是依旧在 酝氧阶段没有成型 或者也有可能像沧海前辈 他们当初那样无比强大 根本就是 你们人类所感受不到的 龙空空的情绪 一向调节得很快 文言顿时笑了 浩月当空 龙空空私聊龙当当 反正不是坏事 未来还可能赋予我们 强大的力量 又是守护的力量 挺好挺好 老哥 我厉不厉害 连雷阵鸟都让我吓跑了 龙当当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死了道 厉害个屁 真爆发出那股力量 你人没了 交流到此为止 兄弟俩再次对视一眼 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此时心中都有个念头浮现 原来在自己身体里 一直有个听窗根的呀 以后说话 真的要小心才行 沧海的声音 却在这个时候响起 你俩不用那么多内心血 平时我们才没那么无聊 听你们在说什么 我的精力都在 孕养修复资身上 你们还是要多修炼 有着我和宇童 还有空空 那圆窝灵如在 你们的修炼速度 是正常职业者的好几倍 尽快地提升灵力 才是正力 尤其是 你们凭借着守护血脉 能够快速提升外灵力 这就相当于 你们的内灵力每提升一点 外灵力就能及时跟上 相当于双倍提升 这种好事 我都是第一次遇到 所以啊 当当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带给你的麻烦 按照你们现在的修炼速度 尤其是外灵力提升起来 等以后空空的修为 超过你之后 它能通过圆窝灵炉 提供给你大量的灵力 而你的外灵力 足够强的情况下 身体承受力也会很强 修炼起来事半功倍 等我完全修复之后 自然会反馈于你 你是我所有宿主之中 最有希望在短时间内 帮我完成目标的 我估计用不了二十年 你就有可能提供 给我足够的灵力 二十年 龙当当听的嘴角一抽 不过 二十年之后 自己似乎也才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 如果能达到九届二级 似乎也还不错 正如龙当当所预料的那样 经过了九级雷阵鸟的攻击之后 它们这边暂时陷入了瓶颈 众人聚集在一起 目光都集中在龙当当身上 挺过了第一轮 而且是对它们很可能 最不友善的雷阵鸟 它们相当于已经比较安全了 毕竟 前面的铺垫下来 再加上小鞋的存在 其他三位九级魔兽 攻击它们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我们这算不算是已经过关了 陶玲玲说道 龙当当微微汗手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不过 我觉得越是这样 我们现在反而不应该停下来 铭西道 支援其他预备猎魔团吗 那可是九级魔兽啊 龙当当双眼微眯道 三位教官给我们的 毕竟是培训 虽然之前魔鬼教官说了 不会救援我们 甚至之前有团队遇到危险的时候 确实是也没有来自教官的支援 可联邦不可能认有我们真的大范围被杀伤 毕竟 想要培养出一批猎魔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们的平均年龄 还要远远小于正常时候的预备猎魔团 先前我还只是猜测 但这最后一项考核出现之后 我就可以肯定 我们面对的危险 对于教官们来说 应该是可控的 因为九级魔兽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应对的程度 如果不可控的话 我们是会有全军覆没可能的 目光看向伙伴们龙当当继续道 从最初开始这次集训的时候 教官们其实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集训是能够获取功勋的 我们之前救援了一个团队 对方使用了求救信号 按照猎魔者的规定 他们耗费的一千功勋 应该会奖励给我们 再加上契约魔兽会获得功勋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收获 那么 现在再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去 救援其他猎魔团 必定也会有功勋奖励 守望相助 是猎魔团的重要责任 更何况 我们与天风魔猴 光明施救 多少还有些勤奋在 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就更小 这种情况下 我们显然是应该追逐更多的功勋 我建议 我们寻找最近的猎魔团 给予支援 少数服从多数 咱们表决一下吧 一边说着 龙当当第一个举起了手 第二个举手的是龙空空 兄弟齐心嘛 虽然平时总是半嘴 但关键时刻 还是要挺下自己老哥的 龙当当的分析条理分明 更完全合理 其他人自然也没有不支持的道理 全票通过 龙当当再次将小邪释放出来 小邪最近这段时间 成长的速度着实是很快 主要是因为 龙当当他们 在魔兽森林获得的好处太多了 龙空空凭借圆窝零炉 吞噬被俘魔兽的灵力 多余的都分给了他们的魔兽 小八 小邪 鼠大王 震魔术 这都是优先的啊 再加上小邪原本的等级低 这段时间下来 他又圆了一圈 本体呈现为柔和的淡紫色 巨大的眼瞳不时眨眨眼 还有几分可爱的感觉 尤其是他靠在龙当当身上 蹭来蹭去的时候 血气签约的魔兽 自身实力和主人息息相关 主人强大 魔兽成长的速度 就会受到血脉能量的影响而提速 小邪和小八就是得意于此 尤其是龙当当外灵力也提升之后 魔兽受到血脉的影响 更大一些外灵力 实际上就可以说是人类的血脉之力 所以 它们提升的 就会更快一些 小八因为身份敏感 战斗龙当当不敢用它 但小邪却没这个问题 本来它就是龙当当明面上的契约魔兽 经过这次魔兽森林之旅 现在的小邪 已经要接近五级魔兽的程度了 龙当当精神力注入 小邪的巨大眼瞳中 瞳孔顿时收缩起来 目光凝望向一个方向看去 剧烈的精神波动 让其他人都主动避让开它的正面 柔和的眸光 大有几分贯穿天地的感觉 伴随着精神力的增强 小邪眼中的光芒 渐渐多出了几分凶利的味道 邪眼暴君 有暴君之称 自然不会是什么温和的魔兽 在自然界中 邪眼暴君 一向以恐怖杀戮而著称 其精神攻击 往往能够让实力较差的对手 直接被暴投 更是以吞噬魔兽脑水为生 极其凶残 伴随着精神力全面输出 小邪开始朝着一个方向 缓缓转头 以在最长探测距离的同时 去探查更广阔的区域 片刻之后 小邪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柔和的精神波动 传递给龙当当 那个方向有较强的能量波动 我们走 龙当当大手一挥 带着小邪 率先朝着他 确定的方向前行 众人紧随其后 不得不说 在这地形复杂的森林中 精神探测绝对是最好的侦查手段 风暴魔龙已经被陶玲玲收回了 今天是不能召唤了 但赤甲地龙他却还能召唤一次 所以团队的实力并没有降低多少 持续奔行了十几分钟 又调整了几次方位 隐约间 远处的能量爆发 他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了 显然是正有战斗在发生 大家小心 龙当当提醒了一句 也没有让明晰先去探查 面对九级魔兽 肯定还是伙伴们聚集在一起 才更加安全 哄 前方突然响起一声巨大的轰鸣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一道巨大的黄色光影掠空而起 那像是一根巨棍一般的光影 悍然而落 狠狠地砸向一个方向 也就在这时 龙当当他们也同时感受到 自身所携带的紫灵精剧烈地震动起来 光芒大放 就算是储物装备 都无法掩盖其光芒 正是紫灵精所附带的球员信号 上 龙当当飞升而起 没有半分犹豫 灵如释放 三大灵如光芒再次汇聚 四只翅膀在他背后舒展开来 化身为苍越天使 直奔那攻击爆发的方向冲去 只有苍越天使的状态下 他才勉强能够抵挡住 九级魔兽一击 当当 按着 背后光影闪烁 龙当当反手一抄 就将表姐抛来的神圣之锤 接在手中 他的营浪魔法之初之前 在对抗雷阵鸟的时候折断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现在只能用神圣之锤 来充当武器了 苍越天使 状态下的他 速度奇快 但在飞行的过程中 龙当当心有所感 朝着一个方向看了一眼 隐约间看到一道身影 一闪而逝 但这个时候 他也来不及多想 飞速朝着能量爆发的中心冲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